墓葬保存得非常完整 精美的基因器 那一扇一扇 它的隧藏品 总量达到3227件 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历史上 所有的典型器物 当考古人员进入后世 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到 关窗上并排躺着两具尸体 他们冲头到脚 都穿着了带皇族独特的脏服 脸上还戴着黄金面具 经面具是首次发现 一打开以后 灯光进去以后 它都发亮 那它就闪闪发亮 随着包掘的深入 一方墓质被清理了出来 专家通过对墓质名的解读 竟意外揭开了一段千年 不伦之列 墓主人究竟是谁 1986年 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在建设水库市 竟然意外挖出大量的青砖 考古人员赶到现场 进行勘探后 非常惊讶 青砖上面绘满了彩色图案 这应该是一座 辽带贵族的墓葬 考古人员立即对这座墓葬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很快 墓道就被清理了出来 在墓道两侧 都会有精美的壁画 师从牵着一匹 十分精壮的马匹 昂着头 两只眼睛 也炯炯有甚 哎呀 马是相当相当漂亮了 师从所穿的胡诗 以及发型 具有典型的戏丹人特征 戏丹人有个特殊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的法式很特别 有些地方要剃光的 留一个辫子两头 叫昆放 木刀清理结束后 大墓的墓门也显露了出来 墓门上面采用的是 砖雕仿木的结构 兜杠上面也使用了很多彩绘 作为装饰 考古人员推测 墓主人的身份 一定 这些屏幕的结构 尽大化 依然推测 立 번째 几乎 它是 大厨 就能想 � 小 不 干 这些棋子竟然是使用木头制作的 上面还涂抹了颜色 看来牧主人生气了 很喜欢下棋 才会把棋子陪葬在墓中 穿过永刀进入前世 墙壁上绘满了壁画 女佣人拿着毛巾 表情十分痛苦 似乎在为主人的死亡感上 前世左右两侧 分别是东西二世 东西二世里面是牧主人生气了 使用的饮食器皿 一对花口青丝碗 水晶杯 都是一些精美的物品 现实出了牧主人生前奢华的生活 这座大墓是否和那个消失已久的王朝有关 突然在前世正中的地面上 一块泛着绿色光泽的石碑 吸引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上面还刻满了文字 这块石碑能否揭开牧主人的身份之谜呢 你敢相信吗 十八岁了代公主 竟与她三十五岁舅舅 合葬在了一起 只见两人并排躺在关床上 头枕金花银枕 身穿银死网格 腰带欲胯银带 就连鞋子都是黄金支撑的 出土的随葬品高达三千两百二十七件 其中最为神秘的是一件黄金面具 他们为什么会戴着黄金面具 下葬呢 最后专家通过对木质的解读 竟发现辽带公主与她舅舅 竟是夫妻关系 他们为何会并排葬在一起 难道两人是同时死亡的吗 前世发现的木质分为上下两层 在木质盖上清晰的特质 布陈国公主 木之明 考古人员惊喜不已 这还是首次发现 辽带未被盗居 皇族大墓 于是就迫不及待地 将木之明运往实验室 进行研究 根据上面的记载 考古人员了解到 墓主人是辽景宗的孙女 陈国公主 陈国公主 其实是辽带的一个公主的封号 她的封地在陈国 所以说我们当时的辽带呢 把她封为陈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是可以看得出墓主人生前的身形 最让人惊讶的是 在公主与驸马的脸上都带着黄金面具 这个包线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 惊面具是首次发现 一打开以后灯光进去以后它都发亮 那它就闪闪发亮 两只面具都是根据墓主人脸庞的大小制作 可以清晰地分辨男女 陈国公主的面具圆润清秀 驸马的面具也能看得出生前驸马俊俏的模样 然而眼前情况却让考古人员犯了难 曾经佩戴在公主与驸马身上的饰品 已经凌乱不堪 非常难清理 为了避免文物遭到损坏 考古人员决定将棺床以及上面的随葬品 整体迁移到博物馆再进行清理 18岁了带陈国公主 近予35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他套上一种金丝网络 银丝网络 他把它照起来 网起来 然后手指脚趾关节容易散落的地方 它变成了一种纸套 网状的纸套 那么面相不好看了腐烂了 那怎么办呢 我垂直成一种非常好的 非常奢华的黄金面具 把它扣在面部 感谢观看 使用过的痕迹 这说明这是驸马生前使用的一件 使用器物 应该是一种狩猎工具 专家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得知 这件器物是捕杀天鹅所使用的工具 名叫刺鹅锥 陈国公主从小就备受温宠 从陪葬品就可以看得出来 根据穆志明的记载 公主是在驸马销售居死后 两年去世 年纪18岁 可是为何他们在短短两年 就相继去世了呢 有人猜测 是由于驸马去世之后 公主由于悲伤过度 染胜疾病去世了 这样的爱情故事让人动肉 陈国公主目的发掘 让我们看到契灯王朝 当时的辉煌景象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